把多多土挖起来堆到这个堤坝上面 给挖机修一条能开进去的路 这里稍微宽了一点 把多多土挖起来扔到后面 整个场地乱七八糟 随处可见都是稀堤坝 挖机每当往前进都需要用挖斗挖着地面 一起使力挖机才能前进 在田里面修这样的水池有一定的难度 现在看到的水池乱七八糟 挖机开进来的任务就是给水池精细的化化妆 整出来的效果又会好很多 像这样的水池梗上面两边都画了石灰线 需要把宽出来的一部分给它修下来 使这个水池梗宽度达到一致 整个施工过程非常的好理解 做到四周 宽度相等 表面光滑 水池底做到平整 像这个水池底部传是稀里巴 比较爽 整个过程就只需要用斗底来抹平 也不需要你使多大的力 只要你能把表面脱平就OK 做到一定的距离就需要把这个竹子棒插到底下 听到它嘴巴一动说好了就停 以着石灰线把多余的土给它削下来 整个水池宽4米长的话10米水是往后面流 就要挖成一个小一点的斜坡 坡度在15公分左右 老铁们来听我算一下 水池的长度为10米 坡度为15公分 是不是每往后面挖一米就需要下降1.5公分 挖机往后面退 看见后面泥巴比较多 就需要把中间这一部分给它挖掉 如果没有挖掉的话 履带起在上面就会打空转 非常的老火 挖机走不动 挖机现在的站位是横折的 刚好就可以比则石灰线把外面多余的土给它挖掉 挖这样的稀里巴一定要把动作做到位 不能急躁动作快乐就会挖的坑坑洼洼 非常的不好控制 继续接着往后面平 现在就只剩下这个缺口了 把多多图收起来压在上面 感觉不够高 再挖两头图填在上面 然后再把表面压平 填这样的缺口 我悟出来的经验就是 在给缺口填泥巴的时候 要比画的石灰线宽出来20公分左右 然后再比着牙齿往下面削 这样看起来的梗就会直 然后再用斗背给它抹的光滑一点 再把削下去的稀里巴给它勾上来 在稀里巴田里面做事 每天都是被稀里巴包围着 生怕就不小心就限车了 不知道老铁门想不想看我限车 上面的大挖机在挖鱼塘打电话说 鱼塘的尾部很窄 宽度只有和它的挖机一样宽 两边的坡由于太窄 大挖机在那里施展不开 特地打电话叫小挖机上去 把两边的坡给它抹平一下 搞个牙儿难开回事哦 我怎么好像被陷住了 用力的爬也爬不动 估计是前面的土太多 把挖机挡住了 这里的土太软了 每一次路过这里就好像在渡劫一样 真心的不想从这里过 但是又没有别的路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上坡 如果把表面这层软的土挖掉 那样的话 挖机跟上面就会形成一个台阶 这下面又是水 挖机爬这样的斜坡 最忌讳 履带上面沾了水 那样就完全爬不上去 打空转 老铁门请开 就是这一点点 从管支到这里可能有个五六米 任务就是把这两边给它修得光滑一点 这里我就采用了测范位旋转加挖斗 给它抹平 做这样的活不需要蛮干 总共抹平的地方也不是很多 尽量的做每一个动作都配合好 把这个挖斗想象成自己的手 想怎么挖就怎么挖 想怎么抹就怎么抹 为了使表面看起来更光滑 我挖了一点稀里巴 给它撒在上面 这样可以使整个坡看起来更加的饱满光滑 还可以把当中的一些空隙小空之类的给它填起来 为了防止把水管挖到 用斗背在管后面轻轻的扫一下就好了 上面的坡抹完过后就把坡脚下给它收一收 收完过后 这样看起来更加的有层次感 也比较好看 这边的坡也就做完了 接下来就是做这边的坡 首先把坡上面多余的土给它刮下来 放眼观察跟前面的坡进行做对比 看见哪里多了就给它刮一刮 把坡的轮廓修出来过后 然后再用挖斗给它抹平 这种抹平的方式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驾驶员有良好的操作手感 才能一下子从上面抹到最下面 抹出来的坡看起来直不直 完全要看挖斗的控制 所以说挖斗的控制非常的重要 旋转的快与慢就可以决定这个坡的长度 如果你旋转的太快 那么这个坡就会拉得很长 如果你转的慢 这个坡就会放 这样的人мат iba往会 如果要起来 这个坡是一个丰富的 能不能决定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